不要看这个汤很清淡但很甜 材料有竹丝鸡和白鸡 这两个鸡的鸡翼和鸡腿都用来蒸 剩下口感没那么好的部位去皮 最好用来煮汤 鸡放些面粉用水浸10分钟 然后洗几次 用面粉洗会洗得很干净 接着用牙餐热油 倒鸡进去炒干水分 这次我们不灼水看看汤会不会更好喝 放些姜 炒干水分之后沾滚水 滚起后捞出浮沫 将其他配料倒入去 红棗 筆棋 陈皮 淮山 盖盖小火煮1小时 期间要将浮沫和油捞出来 1小时转大火 好 继续煮10分钟之后 汤就完成了 放盐调味 这煲黑白鸡汤就完成了 不要看汤好像很清 但真的很甜 快点跟着做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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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